第1集 进入紫禁城 1852年春天 在全国上下数年一度为皇上挑选后非的选秀中 一个16岁的女孩被看中 已经没人知道女孩的确切名字 轻功档案只简单记载她为那拉氏 以及那拉家族的女人 那时女人的名字微不足道 用不着记录在案 女孩入宫不到十年 发动宫廷政变 一跃而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掌握世界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达数十年 直到生命的最后 她就是慈禧皇太后 慈而喜 这是她为自己选择的绘号 慈禧出生于显赫的满族世家 满族原先生活在中国长城以外的满洲地区 在那里创立了清朝 1644年 农民起义推翻明朝 崇祯皇帝吊死在井山的树上 清军趁机入关 打败农民起义军定都北京 一个新王朝诞生了 大清王朝 大清八方征战 鼎盛时的领土有1300万平方公里 征服者以满人为主 和他们一起入关的蒙古人 汉人也算在内 约占被征服人口的1% 大清初期的统治 依靠严酷手段 作为归顺的标志 汉族男子必须把头发 剔成满族的发饰 在脑后脱一条长长的辫子 当时的提发令说 不随本朝制度者 杀无赦 在北京 征服者把汉族人赶出内城 用高墙隔开满汉 后来压制逐步放松 民族格和缓解 但上层职位 仍然控制在满人手里 满汉之间不许通婚 在一个以家庭为主的社会中 这意味着两个民族间绝少亲密交往 清朝统治者吸收了汉文化和政治制度 主要任用汉族官员承担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管理 官员的选拔采取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 大清皇帝受的是儒家教育 精通孔子的学说 满人成为以汉人为主的中国的一部分 大清在各种正式档案中都与中国通用 统治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中 出现了一批能干勤劳的帝王 他们是高度集权的专制者 重要问题都亲自裁决 没有宰相一类人物代为决策 协助帝王的只有一个参谋 秘书班子 军机处 皇上凌晨祭起 批揽奏章 会上军机 召见各地官员 颁发无穷无尽的御址 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 随到随处里 显有拖上几天的 皇公子进城建筑面积世界最大 占地72万多平方米 由高十米 底宽近九米的城墙围住 墙外环绕着护城河 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气派雄伟的城门 耸立在四个城墙拐角处的角楼 显得玲珑典雅 皇宫大部分屋顶铺盖着只供皇家使用的明黄色的琉璃瓦 像波涛般瓷其彼伏 阳光下一派金光灿烂 紫禁城外西边的西斯牌楼是商业区 北京人做饭取暖烤烧煤 玉煤的骆驼队毕竟这里 赶骆驼的人在此休息吃饭 挂着形形色色招牌的商店应云而生 据说那时 每天有五千头骆驼进出北京 骆驼缓步行走的街面是泥地 晴天尘土纷纷扬扬扬 下雨变成了泥河 跟北京城一样古老的排屋系统 整年散发出臭味 垃圾就到在路旁 任由狗鸟争食 吃饱的秃鹫和乌鸦飞进紫禁城七夕 金色的屋顶上黑压压一片 热闹的大街旁 胡同像棋盘般纵横交错 1835年10月初时 未来的慈禧皇太后 就出生在披柴胡同的一所宅院里 胡同人家的庭院 常收拾得整洁有序 与外面脏乱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 房顶盖着灰瓦 当时用瓦有严格的颜色规定 皇家用明黄 王公用绿瓦 其他人则用灰色 慈禧家世代式官员 他父亲惠征 曾在吏部做过笔贴士 主要做翻译拟稿抄写工作 后来升为主事 慈禧是满族女孩 不必缠足 逃过了汉族女人 终身得忍受的痛苦 其他大部分规矩 则与汉族一样 如男女隔离 身为官宦人家小姐 她学过琴棋书画 对女工也有兴趣 后来当皇太后时 为了表示正务繁忙 仍不忘家世 在财医大级的日子 她会静止勃勃地 亲手裁剪衣衫 慈禧没有学过满文 也不会说 执政时 她下令把所有满文写的奏折 翻译成汉字 再上称 尽管满文是官方语言 尽管好几个皇帝 曾努力保持它 但两百年来 生活在汉文化里 大多数满人 已经不会说满文了 少年慈禧的汉语 文字程度不高 作为女孩子 她所受教育的目标 不是为了把她 培养成读书人去做官 只是初通文字 慈禧年代的书面语言 是文言文 若要称得上读书人 从幼年起 就得经历十年寒窗苦 此季硬背 既范围狭窄 又枯燥无味的儒家经典 孩子读来读去 不知所云 当时千国十字的人口 不到百分之一 虽算不上读书人 慈禧却有过人的天赋 敏锐的判断力 这从小就能看出 1843年她七岁时 中国刚跟西方 打完鸦片战争 在这首次交锋中 中国战败 需要赔一笔巨款 这对财政拮据的 道光皇帝 慈禧未来的公公 不令雪上加霜 道光采取了一系列 节俭措施 宫中节庆活动被压缩 儿子的婚宴从简 案例该赏给新娘的 欠山湖东珠金像圈 也没给 后宫寡居的太妃 有的私下做针线活 让太监偷偷拿到市上去卖钱 后妃日常穿的 多是粗棉布衣服 皇上实质亲自查点 看他们有没有私自买绸缎衣裳 那年 道光调查国库存银 发现亏空九百多万两银子 他又气又急 下令从嘉倩五年到道光二十三年中 所有利任管库 查库的官员一律发赔银 以雇者由子孙找半数代赔 慈禧的曾祖父吉郎厄从前是管库私园 按规定要赔赔四万三千两百两 这是一笔巨款 跟一个金官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 由于他早已死去 他的儿子慈禧的祖父景瑞 需代赔两万一千六百两 尽管景瑞时任刑布郎中 跟国库一点关系也没有 三年后 他只交出一千六百两 道光一道命 这场飞来横祸打乱了慈禧全家的生活 筹款成了生命攸关的中心大事 十一岁的慈禧也做袜底卖 赚些零钱补贴家用 后来做了皇太后的慈禧 还不时对工人追忆这段往事 她是家里二女三子中最年长的 父亲跟她商量应付的办法 她出过不少主意 什么家产可以变卖 哪件之前物可以典当 哪些亲友可以告代 如何向他们开口 她的主意都经过细心考虑 实用有效 惠征最终凑齐六场罚款上交 道光下指 景瑞足迹释放 并准其开赴圆关 在这场危机中 年幼的慈禧挑起大梁 成为亲属代代相传的家话 父亲的夸奖 堪称当年对女儿的最高表彰 这个女儿可以当儿子时 父亲跟慈禧谈论一般不跟女人谈的话题 他们自然会谈到国家大事 这有助于形成慈禧一生的兴趣 父亲征求她的意见 她的建议实施后卓有成效 这无疑给慈禧带来自信 她从不认同人人信奉的真理 女子的头脑不如男子 这场危机还让慈禧体验到 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是什么滋味 掌权后 她尽力公平地对待陈下 慈禧交款有公 1849年一年之中连胜三级 亲定山西归随到最高长官 道台 这是个蒙古族人聚聚的地区 首府在隋远城 即今天的护和浩特 夏天 慈禧带着全家上任 慈禧第一次离开拥挤的北京 穿过年久失修的长城 沿着石坡的古道 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 或许就是在这里 慈禧爱上了她一生追求的清新空气 和辽阔天地 道台的职责之一是管理税收 慧征有机会就捞钱 以捕回失去的财产 官员从治理的地方捞钱 在当时是正规现象 由于信奉相对微薄 他们都期望肥缺 慈禧在这个传统中长大 1850年2月 慧征全家在归隋道安顿下来 每几个月 道光去世 先锋一主继位 新皇上19岁 因为是早产儿 体弱多病 他的脸瘦瘦的 眼神忧郁 一直腿瘸 据说是做太子时 打猎坠马造成的 在北京的街坛相议中 他被称作绝龙 咸丰登基后 为充实后宫 全国开始选秀 候选人是满人或蒙古人 家庭要有一定地位 符合规定的都必须参选 慈禧属于应选对象 他回到北京 住进牢屋 选秀时间定在1852年3月 慈禧将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秀女 从皇上面前走过 由他选乐 皇上为自己选妃 也为皇室的其他男子择偶 只有挑胜的女孩 才可以回家嫁人 选乐遵循固定的城市 入宫前一天 秀女们乘坐当时京城的出租车 罗车到紫禁城去 乾隆皇帝曾下旨 每人赏银一两 以为雇车之需 罗车看上去好像一口穷顶大箱子 放在两只轮子上 车棚用竹木编成 湖上浸过铜油 不透雨雪的布料 外照鲜蓝的围子 车内人盘腿 坐在铺着厚厚毡子的木板上 依着铐垫 贵族家也用这种交通工具 不过内外都考究得多 对欧洲人来说 罗车十分奇异 著名作家毛母 一次看着他走过 走进越来越浓的暮色里 不禁浮想连篇 是谁盘坐在那里边呢 是访友的书生呢 见面后 他们是否一遍遍相对行礼 然后讨论唐宋诗词 那一去不返的黄金时代 要不是个歌迹 应照去参加饭局 他应该穿着精工刺绣的 华丽绸衣吧 乌黑的头发上 戴着碧玉钗子 席间他一定会唱支曲子 然后跟那些听得懂 他机智笑话的年轻人调情 毛母想象中 充满东方神秘的罗车 坐着难受一击 木制的车咕噜 外乡铁咕 没有弹簧 乘车人只好在 土鳌不平的路上 颠来颠去 四处碰壁 不习惯盘腿坐的欧洲人 更是受罪 曾在英国 中华使馆任职的 米特福特议论到 在中国罗车里 坐上十小时 一个人就在架了 只配卖给收破烂的 运载秀女的罗车 从北京各处一点一点的 行到紫禁城外围 皇城 在北门会合排队 轰墙黄瓦的皇城齐大 里面庙宇 后勤部门 仓库 作坊 以及其他为皇家服务的设施 应有尽有 人和牲口进进出出 整天忙忙碌碌 这天黄昏 一切都安静下来 为罗车清出一条大道 罗车井然有序的 鱼罐穿过皇城 在紫禁城神武门外停下来 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 女人只能从后门出入 前门为五门 入门后是规模宏大的 外朝宫殿区 执行典礼之地 严禁女人涉足 女人住在后宫 那里的成年男子 只有皇上和数百名太监 秀女们在神武门外 网场上各自的罗车里 全服过夜 天明后 大门开启 他们将走下罗车 由太监领入宫中 引到皇上太后面前 供他们选乐 树人一排站在皇上面前 特许利而不贵 皇上需要仔细观察 他们的长相 选秀不是选美 门第品德是主要标准 册封后非的记载中 常见的字眼是 淡欲名门 宽人 孝慈 温公 殊胜等等 女孩们身着简单的满足女装 尽致时俗服饰 慈禧的容貌虽不足以沉于落雁 仍算得上美人 她个头只有一名无几 但看上去高很多 满足服饰帮了她不少忙 满足女人穿的高跟鞋 跟在脚底中心 可达十四厘米 感觉像踩高桥 头饰像门楼般高高怂起 上面插珠带花 需要挺着脖子支撑 让人显得高挑挺拔 慈禧皮肤很细 即使到了老年 一双手仍像小姑娘似的 画过她肖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 称她有着灵活的红嘴唇 有魅力的微笑 坚定的下额 给人有决心 但不固执的印象 但慈禧最著称的 还是她一双 会说多种语言的眼睛 长期在宫中服务的老太监 信修明写道 慈禧皇太后之威严 皆在眼神 平日直如日殿 无人敢对奇光 声音亦洪亮 每朝见群臣时 既言寒暄 领大臣之心情有意外之感激 初见面 必问大臣家中日常之所事 如妻妾子女等 无不详细动问 乃至既妾孰贤 子女孰肯读书 对于老臣之饮食起居 以妾妾主之以珍重 领大臣等几乎忘记 是在朝廷之上 言谈之间忽然此风转变 眼光灼耀 问某一件事情 你们办得怎么样 此疑问往往令人达之不及 不由汉头一挂 所以每一大臣进见退朝时 差不多满头是汉 即到太后之圣命 袁世凯曾说 于在万君之中 心急坦然 读朝见皇太后时 不知汉从何处来 而如此之心切也 或许是慈禧的某种眼神 打动了咸丰 她进入复选行列 经过留宫住宿的考察 终于与其他几个女孩 一道中选 毫无疑问 这一未来满足了她的愿望 对政治感兴趣的慈禧 进入了政治中心 她没有什么遗憾 男女隔离使她缺乏机会 发展爱情 父母也不敢在皇上挑选前 为她安排婚嫁 当年乾隆皇帝曾规定 未选女子 断不可 死自与人结亲 武徐照例挑选后 方准结亲 虽然慎公是个不得见人的去处 但也没有斩断亲情 凡秀女入宫 有名后者 父母年老 特指徐慧姻 一年或数月 徐本身父母入宫 紫禁城内东北角楼下 有一处院落 就是供入宫探望女儿的父母住的 慈禧虽被选上 但还不能马上进宫 咸丰仍处在为期两年的丧福期 按规矩不能过度刑防 直到她在道光陵前行了市府礼 慈禧等人入宫的时间才定下 1852年6月26日 入宫时 慈禧被起了个名字 蓝 据青史专家王道成教授考证 这是她的姓的省略 纳拉 有时写为纳兰 兰是花名 女孩子以花为名非常普遍 慈禧显然不喜欢这个名字 一有机会 就让皇上给她改了 慈禧入宫的后宫 是一个高强身相的世界 与外朝相比 这里没有宏伟建筑 外朝为了烘托威严肃木 进出树木花草 在环绕大殿的广阔地面上 便铺石板 这里却是甲山小院 四季流香 皇后有自己的宫殿 嫔妃按等级分居套间 从吃到穿到用 一切都有定制 后妃分为八等 皇后之下是皇贵妃 贵妃 妃 嫔 贵人 常在 答应 慈禧只是一个低微的贵人 康熙年间的一份本朝定制 说明 皇后居中宫 主内制 皇贵妃等 焚居东西十二宫 左内制 呈贵人等最低的三等位 居无定位 随居十二宫 勤修内制 皇后有十个宫女仆人 慈禧有四个 日常膳食 皇后每日份历史 盘肉十六斤 菜肉十斤 鸡鸭各一只 日用育泉水十二罐 茶叶十包 各类蔬菜 油盐酱醋等也都有规定 另外 皇后利用乳牛二十五头 每天供得乳五十斤 与大多数汉人不同 满足人喝牛奶 吃奶制品 慈禧没有私人奶牛 每天只有盘肉四斤 菜肉两斤 每月鸭八只 跟慈禧一块重选的 有后来的慈安皇太后 慈安刚进宫时是贫 四个月内连条几级 封为皇后 如此看重 并非因为她有清诚之貌 慈安相貌平平 身体多病 咸丰被称为绝龙 她也被叫做病凤 可是她最具备做皇后的条件 皇后等于后宫的主管 需要跟嫔妃友好相处 善于管理她们 以及众多的仆人 慈安的性格人品 是她能卓有成效的履行职责 她主持的后宫 是一个相安无事的地方 对皇帝的性生活 紫禁城有严格规定 她不能在后妃房中过夜 需要谁来侍寝 就在晚饭时 由太监总管 把她的名字写在特定的竹志签牌上 她的寝宫有两张床 分别在两间屋子里 其中一间镶嵌着玻璃水银镜 床帐上挂着填满香料的香囊 荷包 入寝时 两张床的帐满同时放下 据说是为了安全 使身边近视 也摸不准她睡在哪张床上 另据传闻 应招的女人带赤身裸体 裹着筹备 由太监背到她的床上 有一项规定 皇帝刑房过后 他们就得离开 不能跟她整夜同寝 前锋兴欲旺盛 清帝中数她的绯闻最多 不久她的清定后费就达到19人 有的是从宫女中提拔上来的 宫女也从全国挑选 来自地位低下的满盟家庭 也是传说 咸丰对缠脚的汉女有特别嗜好 搜罗了不少 包括有名的异己 这些女子常被带进西郊圆明园 在这座似乎无边无际的皇家园林中 规矩没有自尽成严格 咸丰得以肆意放纵 没有迹象显示 她特别宠爱慈禧 进宫两年 慈禧依然是个贵人 咸丰没有提拔她 反而把比她低等的人 提到她的级别 显然 她并不合皇上的意 原因可能是年轻的慈禧 想为丈夫分忧 咸丰当政时 忧患重重 1850年继位 就遇上了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 从十逢大荒年的广西开始 成千上万的农民 因食不果腹起来造反 尽管他们都明白 造反的后果是什么 最轻也是砍头 领导者还要凌迟处死 但与其饿死不如批命 太平军很快发展到几十万 1853年3月 太平军攻陷南京城 并正式定都 与北京抗衡 接到南京失守的消息 咸丰当着大臣的面 时声痛哭 这还不是她唯一的麻烦 关内十八省 几乎都爆发了 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 大清王朝一片混乱 咸丰不得不于 1852年5月17日 下罪几兆 农民起义 未能殉旧荡平 皆与罪业 慈禧入宫正在此时 丈夫的困境 在宫廷中也一目了然 为了支撑战争 咸丰下令拿出皇家私产 管理宫内事务的内务府 一度只剩四万一千两银子 连日常开支都不够 大批宫廷精气 铜器被化掉至前 甚至乾隆年间 精致的三口 合重两千数百斤的大金钟 也被融为金条 管理国家财政的户部存银 低到仅有29万两 咸丰要后宫家里 朴素为先 亲笔鞋只是说 不准戴大耳钳 玉耳环 梳头时只准戴两只花 若有戴三只花者 急应承办 鞋底王朝的灾难 直接影响到慈禧的家庭 进宫前 他父亲被调到 安徽宁池太广道 驻地长江畔的吴湖 下辖28个县 临近太平军战场 一年后 太平军达到家门口 慧政值得逃命 皇上的命令是 弃城先逃 临阵逃避者要重处 有人因此被杀了头 逃亡辛苦 心里负担又重 慧政不久病倒 于1853年夏天病故 父亲的死 再加上大清王朝 和皇上丈夫的危机 促使慈禧向咸丰 提出解救危机的建议 以慈禧的性格 他不主动出主意 是不可能的 从小他的建议 就受到父亲的重视 他或许认为 丈夫也会像父亲一样 对他赞许有加 可是蜻蜓有祖传的规矩 女人不许干政 为者严厉处罚 咸丰讨厌他到正时 叫慈安管管他 说他激诈 有人说慈禧帮咸丰 批阅公文 这没有根据 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或许可信 咸丰死后 慈安有天告诉慈禧 皇上曾给过他一纸手谕 说他 实不能深信其人 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 否则如可出慈兆 命庭臣传一命除之 慈安接着把这张 要置慈禧于死地的圣旨 取火焚之 慈安勇敢 也善于化解矛盾 皇上跟哪个妃子生气 他从中调停 咸丰对慈禧不满时 他也一定为慈禧辩解 说慈禧到正时 是爱皇上 爱得太深 在慈禧面临危险的时候 皇后保护了他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慈禧一生都敬重慈安 慈安显然也感激慈禧 他们一同进宫 他当了皇后 慈禧却长期只是贵人 慈禧当然不会满意 但他从没拆过皇后的台 慈禧不可能毫无嫉妒心 只是不会让心中的不快 影响两人的关系 慈禧不是个心胸狭窄的女人 她更是个聪明人 这两个本来可能互相记恨的女人 成了一对生死之交的朋友 慈安叫慈禧妹妹 尽管她比慈禧小一岁 毕竟她是皇后 可能是慈安美严的结果吧 1854年 慈禧升了一级唯平 还得了个新名字 疑 意思是德行美好 皇上亲笔写了诸遇 慈禧接纸时 宫廷音乐部门生平淑的太监 来到她所住的楚秀宫院内 吹打助兴 但受优待的并不光是她 另一位同时进宫的立贵人 不久也升为品 而且在生了个女儿后 谨升为妃 名位超过慈禧 皇宫的经历告诉她 要在这里生存 不能谈政治 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慈禧关心政治 清王朝又岌岌可危 太平均不仅巩固了在中国南部的地盘 还会湿北上咬攻北京 慈禧认为自己有拯救的办法 事实上 后来正是在她统治下 太平天国被打垮 可是她不能谏言 只能跟丈夫谈别的话题 比如音乐 艺术 咸丰是个艺术细胞很浓的人 他少年时代化的人物十分传神 麻痹眼睛赋予表情 慈禧从小就会设计刺绣的图案 也能画上几笔 在戏剧方面 她跟丈夫的共同语言更多 咸丰不仅爱看戏 会奏乐器 还能编曲 填词 导演 甚至化妆参加演出 他想提高演技 就让专家与钱交唱 指点太监 他在一旁观看学习 慈禧是个戏迷 后来把京剧发展为成熟的国剧 1856年4月27日 慈禧生了个男孩 他的命运改变了